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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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享受是…這個享受 我說的享受就不是你們想的那種享受 我不知道我們想哪種享受 我不跟你們說 總之都說了我跟她是沒什麼的 說了不是,是想別人有什麼 你們全都想錯了 雖然整間公司都沒人看見你 連那個Michael也看不見你 不過我也想有辦法 說他們在一起同居 不過他們在一起同居 不是一起住的那一隻 幹嘛?我只是想叫你不要吵聲嘆氣 他們這些,沒事的 只會駕駛一輛靚車出來 喉你兩下,做這些表面的事 這麼容易我們不做而已 我們行內最尾的,我們有人品他沒有 他真的不是人品 簡直是女人的公敵 女人公敵這麼厲害?什麼人家? 他叫羅麗花,羅麗塔 聽我的名字都知道不正經 樣子漂亮身材的不怎麼樣? 現在很容易,走過韓國不可以嗎? 對呀,他真的去過韓國一尊 不過是去參加亞洲全真小姐 全真小姐?有什麼事可以快嗎? 是全真小姐,Miss All Real 什麼來的? 就是說全真上下左右都是真 好像說這個選舉 他要經過所有專家檢查過 證明他全身都是純添言無添家的 聽到他們都有絕記堅寒 他參加完這個比賽 拿了冠軍之後去了法國留學 什麼讀紅酒、黑松露市場營宵 花生多多,專門簽了有錢人 有錢人? 那為什麼他會和你那個Michael在一起? 我豈不知 我曾在年紀前 在那個PoSai Party見過他一次 Michael,三大地炭腸部到齊了 來,過去打招呼 我…我也不喜歡這種場合 你好 很高興認識你 你看,你說多無聊 無聊有什麼所謂 多少人扮作想和我們打招呼 有什麼開會談不得的 總是要穿著懶荒霧 接著要懶惹在泳池旁邊一邊吃 一邊搞關係 我說這些,我根本就完全不合適 你也知道他有什麼不合適 那些人搞花神而已 今天我們董事跟了很多猛人來 來吧,去哪兒,去找 我最討厭你,你不去 走吧 有了,你去,我不去 誰的猛人 要不要用?下午爹穿得這麼穿 Michael,我們拿東西吃吧 我飽了 Michael 你好 你好,Lolita 你好嗎? Michael,我真的很喜歡你的… 的設計 其實我一直都有留意的 真的很棒 可惜那些評伴不懂得贏的照片 否則不是 你早就拿了獎了 謝謝,寶貝 謝謝 我想在亞洲區 真的沒有人能避免你 Ginny, you are so amazing 是呀,這個我公司的伙伴 Ginny,經營師 Lolita 我預約你,今年可以獲得貝雷雷國際建築大獎 乾杯 乾杯 菁姐,我幫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 你做甚麼? 你做我公司的伙伴 我做我公司的伙伴 你做我公司的伙伴 你做甚麼? 這個好 搞什麼… 是嗎? 我不是看你了 你們不記得了嗎? 今天是Pullset派對嘛 你們穿得這麼俱緊 那怎麼玩得更好呢? 要不你們今天哪個Match做我 我今天就陪誰了 好開心, 怎麼跳進水裡呢? 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那個Lolita 可以贏得全真小姐 因為她在出現 所有男影的真面目都出來了 全部變成舊空 我還以為你那個Michael 像那個人嗎? Michael他不一樣 他不一樣, 他不是狗 不過他是公 還有人沒有腰毒 那不想下水裡也沒辦法 算了, 這些人 別跟他鬥, 沒得鬥, 曬了 七天在意大利? 不是, 走過佛華大地嗎? 這個是不是我們Chief 設計師Michael Mike? 還有我們公司的動師Lolita 不是說他們是公幹嗎? 是呀 一件薄餅, 兩份吃 好像沒見過Michael笑得那麼開心 不肯定, 不肯定那麼多了 你又有羅里塔這麼漂亮嗎? 最近的人怎麼這麼空閒 又有新帖子? 又說去公幹 沒有一張照片跟公司有關的 總之回來的那些事 他們簽名就行了 意大利, 我又要公費去旅行 對了, Charlie 什麼時候打地去呢? 我又要, 你看這些照片 很浪漫, 很甜蜜 你們說得對 帶女人去那麼浪漫的地方 什麼都可以搞定 七天在意大利 七天, 什麼都可以搞定 斜塔都可以再繩子了 又說得對 又說得對 你們不值得吧? 好, 我找一次帶你們三個去公幹 真的?不知道是不是算是 先聽著 去完後 是不是可以像他們那樣 放一些照片上網? 當然可以 寫出來當然是賭點贊, 是嗎? 他們兩個都是高手, 你就懂得做 好, 明白, Charlie, 直行 總括來說, 這次意大利的旅行 無論是建築角度 還是藝術的角度 我們的收穫也很豐富 好, 永不得傾斜的這個項目 嚴格來說已經延遲了一年 而這個項目的設計師 Michael認為之前有事堅持 所以不能夠進行這個項目 帶他們去完檢查之後 拿一些體驗為這個項目 是活動的 對, 我們內地有幾個客戶 不知對這個項目多有興趣 我真的被他們追到手 成年, 人家大大塊錢借過來 我也沒辦法跟公司收, 真可憐 如果這個項目能夠推出 真是好 其實我們已經結合了 全公司所有人手都準備好了 這次這個項目的確是很有得著的 尤其是影響我們在決策上的思維 不過, 經過實地去感受過之後 我更加強烈感受到 這次這個計劃是…不成功的 之前是技術層面上有問題 現在我覺得在我們整個概念上 也有問題 經過我實地考察 我發現彼薩邪塔的氣質 並不是單單來自他的建築設計 彼薩邪塔本身是一個鐘樓 不過, 大家留意一下周邊 他有大教堂、洗禮堂和廣場 全部是環環相構 而營造了一個視覺上的和諧和營俗性 他雖然只是一個個體 但因為周邊的環境配合 而襯托出他那種獨有的藝術性 不過, 我們這次的選子是… 我的設計原先是想向彼薩邪塔致敬 但是現在周邊的自然環境 旁邊的建築物和文化氣息 我可以說是風馬牛不相求 況且我的原意是要建一座傾斜的博物館 但你們現在要將它變成豪宅項目 還要放在這樣的選子 說得不好聽一點, 這些叫九吾答八 什麼九吾答八? 現在就對了 你建博物館就說要還給你優美 你現在建什麼?你高級住宅 兩西湖的雷鋒塔對面就對了, 是嗎? 就是這樣才夠精密, 夠堅密 才顯得你破格 即是你們說在東南裡 是可以夾著叉燒來吃的 還要躲在這裡對著巴士後面的死猴 不斷吹著吃, 才叫做堅密 又說這個旅程收穫豐富 解決所有問題 我還打算開Turbo 現在可以結識回家裡做點休息吧 我們之前投放了這麼多人手 現在你說這個計劃不成功 那這個計劃呢? 不知道怎麼回覆? 不知道, 總之在杭州這個選址 要是一個你們要求的商駐豪宅的話 我真的沒辦法 我只能做得到, 我可以 Michael, 總之選址方面 這個沒問題的 因為神州大地 一定有個地方配合你的作品的氣質 所以選址方面 總之無論如何就包在我身上 總之你這麼漂亮的項目 一定要去的 不是, Michael, 現在不是選址問題 一個是博物館, 一個是商駐豪宅 一個是商業, 一個是藝術 根本就是兩個極端的, 極端的 作為公司的董事 我很支持公司的立場 同時我也很支持Michael的想法 Michael, 你覺得我漂亮嗎? 不漂亮? 那你們又覺得我漂亮不漂亮嗎? 漂亮… 當然了 別吵了聲音 人們經常說 女人不可以同時漂亮又有腦 你們覺得又是嗎? 不是… 那就是證明 女人可以同時又漂亮又有腦 正如商業和藝術可以同時並存 只要拿到中間的平衡點就可以了 所以我相信Michael一定可以設計出 一棟擁有藝術氣質 同時擁有五層商場 八十層豪宅的建築物 既然是我提議和Michael一起實地口測 這次我一定會負責這件事 我不會讓人有話說的 好 既然Lonita現在肯幫Michael的話 這件事就沒問題了 Charlie 綜合剛才的資料 發展商方面和投資者方面 先幫我拖著你 好… 黎典里, 公司上上下的人 幫我安排好了 隨時要準備好這個項目 我會做 好, 今天差不多了 還有什麼項目要談? 有…還有一點問題 問題是…這個 姜姐, 我不永遠懷念你 這個行動是昨晚出現的 本來說懷念我們一位已經來了世的舊同事 我們公司的同事來世一周年 大家懷念他沒問題 問題是在於留言上 怎麼搞的? 那些人這麼噁心, 留下了一些古靈珍怪的 還有留言, 真是沒有好東西 現在情況就有點失控了 所以弄得公司的屋子很差 這些就是關乎個人的人員 這位同事已經走了一年了 還有這麼多人扔屁股? 可想而知 時間都不能沖淡同事 對於這位同事的不滿 怎麼會呢? 根本就是公司的同事質素出現了問題 其實我認為公司應該出了一個檢查 去重新教育這些同事 要檢點點東西 而且不可以用假名在網上 留下那些不知道什麼訊息 然後不負債就算了 那有點尷尬 對, 因為今天出現了另一個新帳 但效果是完全相反的 七天在意大利 為什麼我們那些私人相 會被人上網上? 是我上網的 這些怎麼會是私人相呢? 我們是用公費代表公司去實地口測 代表公司大力支持這個項目 支持商業和藝術的結合 事實上, 去完這次的口測之後 對公司未來的發展 公司是有莫大利益的 公司有百多個員工 現在已經累積了一百零百個讚 可見大部分的同事對這個帳範 都有正面的回應 不僅是振奮士氣 簡直是讓大家看到 公司對同事的栽培和付出 這些呢? 正正是反映出同事對這兩個帳範 正負面情緒 幸好拿這條帳範很快 才開張姜蓉這個帳範引發出來的 負面情緒完全遮蓋了 這件事真的要業縮處理 很簡單, 對公司有正面的影響 保留要負面影響, 三處 是… 有相為證, 沒話說吧 底衣服也撈亂了, 你說沒話? 我還以為他急著趕回來 是記得姐姐的死忌 你們三個 立刻替我剷走懷念姜蓉的帳範 為什麼? 對同事構成滋擾 引起不安情緒 影響公司士氣, 明白了吧 你們只是玩針對 你千萬別這麼說 這些是上面高層開完會之後的決定 不服從高層的指示 是不是想我馬上給你們訊息 不用了 我也是根據管理層的最高指示 你又來幹什麼? 我這次總是發了項目的資料給你 我不是要D, 我要連無夾市給我 我真是感謝你們幾位大帝 我現在要想辦法繼續拖著投資者 這些都是管理層的決定, 好嗎? 剷走姜蓉的帳範都是管理層的決定 立刻剷走它 你們幹什麼? 是 這個部門是你們的部門嗎? 你們有什麼資格 去命令設計部的同事做事? 剛才我們開會的時候 不是說我們會做事嗎? 是…管理層的決定嘛 你們這麼快失憶? 剛才在會上我不是說了 我會負責整件事嗎? 什麼? 就是說以後你們要設計部做什麼 拿什麼都要問過我 是, 玉小姐 是, 那還不走? 走… 人們真是的, 一開完會就想騎過街 我也知道你不關這種辦公室政治 你放心吧, 我不會只有一個說字 我一定要幫你處理它 Lilita, 其實那些照片 為什麼會放上網呢? 剛才不是說了嗎? 對公司有正面影響嘛 你看不到有多少人失敗嗎? 其實這樣真的不太好 有什麼不好?可以鼓勵公司同事嘛 況且我也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在意大利的那種開心 你別這麼自私吧 只有我和你倆知道 那幾天發生過什麼事 我們倆是真的沒什麼事嘛 免得惹人家誤會吧 而且我們真的出去公幹的嘛 就是了, 這就只顧著公司 我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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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像他們真的沒什麼事 是嗎?哪一句? 你這個腦袋是不是裝肌肉的? 是呀 Lilita, 我洗了個咖啡給你喝 謝謝 我喝的咖啡很難喝, 不好意思 不錯的 不過不是我洗開的 我知道, 你以前的Admin是洗的 我學了成年 但始終洗不起來以前喝的那種味道 他這個人雖然人緣差了一點 不過人們這樣說他 我都明白你的心會不舒服的 你放心吧, 我會叫人刪除了一個帖子 讓人們沒機會再說他 我會處理 又攻又私地去遊浮 我都不知道怎麼恨到你去 你不是開玩笑嗎?Hill哥 當初是你推薦我接近Michael 說盡快搞定這個項目的 今天行得… 你肯下水是真的 書磚降貴, 我以你的人脈和手段 居然親自貼上一些照片 還半公開地拆Michael旗 Michael真是這麼難搞? 出了旅程也沒用 我什麼時候走哪一步都需要你教 我只是給你提示 不然每個人都像我一樣 會欣賞你 我學地十幾年中醫藝術 別說錢 女人有什麼興趣? 他身邊真的沒有其他女人嗎? 有一個, 不知道算是否算是 你指的是史祖的薑蓉 Michael怎麼會敲這種女人? 我只知道這十幾年是他 留在Michael身邊最久 Michael是最聽他的話的 不過他睡了之後 整個部門好像進了雪櫃 廢了武功 他去完意大利回來 連你的溫度也幫他搞不住 我想Michael當他是媽媽而已 煞時間沒有媽媽在身邊 他會不成小的 這個女人跟他十幾年這麼久 或者他會想你做 是 憑我的條件, 我會搞他那麼好 乾杯 秀玉姑, 麻煩你看看 這個女人會不會是邪花 媽媽, 一起去旅行, 吃東西 弄鼓開心傻笑 幹什麼? 我又不敢問他 你問他也沒用 他承認你又怕 他不承認你還更加害怕, 是嗎? 讓我看看你剛才求求什麼簽 昔日相依, 鹿字錘 鴛鴦中途, 各分飛 唐邊歐陸, 芬芬立 鴛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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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鴛鴦 就是說, 唐邊有隻鳥想偷吃 這支簽真的很漂亮 想當年我死捱爛捱 跟那個臭小子開了一間店 今年年初我病了 進了醫院幾個月 真的死過翻山了 誰知出來之後就覺得他不太妥了 女人不在身邊, 男人就身癢了 斜花入宅, 還挺兇的 斜花入宅, 公司就是了 說什麼? 什麼 我不是開玩笑, 是真的 你看 快點進去看看 好, 一起去旅行, 吃東西 互相整股傻笑, 全中了 意大利七日, 一百六十八個賺九十七個回憶 這麼多? 沒見過Michael笑得這麼開心 羨慕死人了 很浪漫 這張照片很漂亮, 聽到地鐵也得到 不…冷靜點…別這麼激動 別看… 網上的東西是假的 照片可能砌出來的 未必是真的 我們…我們問問當事人, 好嗎? 怎麼問? 我們從他左右旁邊 找一些信得過的人問問 可能能聞到這些東西出來的 三位, 你們知道嗎? 今晚火星逆行 和土星金星形成一個大十字的對沖 這張照片正正落在你們三個人的頭上 是不是諸事不信? 你怎麼知道? 什麼土星者星雅星 別想什麼樣子 別想什麼樣子 只想懷念 卻換來最窩位的吐氣 你怎麼說? 你們一片擔心的好意 是不是沒人能夠欣賞呢? 不過幸好 今天你們三個遇到我 我們有緣相遇 我卡美拉一定會指責你們 一條光明的大道 不介意, 坐下, 你們懷念的是一位雷成 她給你們的感覺就像老母親一樣 一樣這麼溫柔 經常照顧你們, 呵護你們 直至到現在依然陰庸原材 是呀 可惜, 現在有一位美艷絕輪單 在捉著石結的黑魔侯 拿著一把寶劍 她的權力也非常之和 想把你們從溫柔母親的懷抱裡搶走 是呀… 就是這樣 多問點, 快點問點 她是不是想搶走你們的領袖 是呀, 他們去完意大利回來之後 那隻黑魔侯馬上找Michael拿回衣服 你不要胡說話了 你忘了Michael怎麼說嗎? 他們去意大利是純公事而已 沒有其他東西的 你看, Michael也不是這種人 想著你 他不是這種人, 他不是男人嗎? 是男人 男人只有兩種而已 一是照顏唱 那第二種呢? 照顏不承認, 像Michael那樣 他們孤男寡女去意大利七天 七天之養, 你知不知道多養? Michael真的沒有你這樣, 又不見了 Michael對我姐姐這樣 你姐姐是因為他照顧不承認 你叫聲嗎? 好…冷靜…肥仔 我姐姐剛才死了一年 你敢不尊重她? 那我還是說事實 那黑魔侯是否說照顧 是否比你姐姐好? 你好了, 你真的說話不用腦 你忘了姐姐以前怎麼對你嗎? 你三個月換十支鏡頭, 碰破卡 不然姐姐幫你還錢, 你早上睡吧 那是呀, 姜姐說支持我拍照嘛 你別忘了, 姐姐不想把你刺破 她不知道你鹹心在那裡拍小毛嗎 賴蝦沒想吃天鵝肉 你好了 你男人老狗跑去追星夠噁心, 是嗎? 你去韓國的次數比韓星還多 你把卡都弄破了, 又是姜姐幫你玩 是呀… 你倆別吵了 你做和事佬嗎?不論是你 你打機打上路 只是把卡都弄破了, 去買那批兒品 那又怎樣? 瘋了 不是, 姐姐幫你還錢嗎? 你死了 我們倆都有定期每個月還錢 有還錢? 你就恃著她 你親姐姐 親姐, 我姐姐, 那怎麼辦? 你們有還錢? 那今年有沒有還錢? 姜姐過世之後呢… 原來是他們的大債主 你可不可以找一個方法 幫我們直接過帳去冥通嗎? 過不了帳去, 還是你根本沒打算還? 只是繼續花錢去買那些兒武器 你去買鏡頭… 你現在只顧著買的, 你害怕嗎? 你不是怕要追星嗎? 別吵了… 你們這樣吵鬧 對得住你們這位親如無親如意識 知道這隻是什麼嗎? 塔羅牌 沒錯, 這隻塔羅牌的意思 是說你們內心有邪念 對於你們這位親如無親的女性 有相當多的虧欠 什麼邪念?什麼虧欠? 一見 你們不改正你們的邪念 而補償你們的虧欠 借得花錢 那…即是怎麼樣? 回去聯本宿給你們的地方, 落地 是嗎? 但有, 這麼久都不回來還錢 你自把自為他們還錢? 你這樣點他們都行嗎? 什麼…什麼? 那做人要有責任的嘛 我看他們這麼古惑吵鬥, 你不值得 別的事不見你這麼厲害 一說錢就轉數這麼快 欠債還錢, 天公地道 是不是這麼說?兩位大哥 我想問是不是應該現在還? 還好吧 我略了後空嗎? 開來, 燒比, 輕鬆一點 姐姐, 收拾了 開來, 燒比, 姜姐幾億人 比投胎做犯人珠邪 姜姐, 希望你收到了 不是吧? 收拾什麼呢? 這幾乎都被你們想到 這集音詩詩教我, 二十元就好嗎? 三隻死亡, 死成不堅 應該沒有首尾了, 是不是? 人都皺了, 詩音詩字也對 大喇喇, 幾十億, 什麼都夠用 別說那麼多, 乾杯… 請吧 豆腐? 為什麼會這樣? 幹嘛叫都這樣?小吃 你騙鬼就請你吃豆腐 騙鬼吃豆腐 什麼呢?什麼呢?我們都還錢了 姜姐, 下班了 不想在這裡騙神騙鬼? 欠姜姐十二萬分 十二個月環, 每一個月環一萬元 欠姜姐十五萬分 十二個月環, 每一個月環一萬二千五百元 欠姜姐二十萬分 十二個月環, 每一個月環一萬六千六百六十六 等等… 你真是狼狂 你們竟然想燒陰獅子, 當無數 姜姐穿下幼子也不會放過你 等等… 看看什麼, 你告訴我們 究竟姐姐想我們怎樣 怎麼樣? 歡迎來到爽手借財務的花兒借中心 申請零活萬用前請按一字 還款請按二字 查詳帳目, 請輸入戶口號碼 然後將本項傳入 你們那份呢? 是我來的 別搶 別掃 別搶, 姐姐, 希望你真的收到錢 多買點東西 慢慢來 姐姐, 收拾東西吧 臉通脹很厲害 三隻 一天光光了, 現在沒虧欠姐姐了 那就再劈一個吧 這三隻小孩多晚才會長大? 說是幫我教訓那三隻小孩 其實最好處的就是你 突然有人幫你還錢 別這麼說, 這叫win win, 雙贏 你想想, 我不用擔心錢 我們可以自由地幫你去酒店 還不是win win? 你幫我滾滾一點 你看看, 連電腦的東西幫你滾滾 錢是值得付的, 是不是? 有這麼多話要說, 你快點吧 我去洗手 該死, 一點也不懷念你 現在我死了在這裡扔屎 又來? 你… Michael? 一年了 沒有了? 薑花? Mile送花給我? Jean, 那就一年了 我愛你, Michael 我愛你 我也愛你 我也很想念你 Jean 人家胡亂寫,你別生氣 總之我不會再被任何人說你,笑你 Michael,我只顧著我 他還想把薑花給我,你快幫我回覆 為什麼會這樣?連那個姿勢呢? 還有,只剩下七天在意大利 不是的,剛才我還看得到 你快幫我按照 沒有,你是不是眼花? 你是不是眼花? 你以為我好像你這麼沒什麼都看錯 你真是眼睛 我知道了,你一定在心裡 很想Michael送花給你 你就弄得自己以為他真的有送花給你 這叫屎心不息 總之剛才Michael只顧著我 你不相信就算了 對,這些腸粉很好吃 是嗎? 你幹嘛?腸粉… 你把我氣死了 你浪費了我的腸粉 這個月我一毛錢也沒得剩 你沒有了,不要吃那麼多 同情一下我吧 我還錢給姐姐之後也沒錢了 我不是一樣 我這個月早餐和午餐都要合平一頓 我想月尾都是吃西北風而已 誰先我? 腸粉是他吃的 這裡搞什麼?Michael呢? 我…他還沒回來 我想,你搞到辦公室骯髒 還不趕快收拾給你? 我幫你走 但是我不想避開 怪不得每次都被人吃 看來我真的要多花時間在這裡 這麼大的地方,總稍微老套 而且全部都是垃圾 之前沒有人在這裡坐 就讓他留著 但是現在不同了,不適合就扔 你真會 廣播,我的指甲 這些粗重的東西哪用你親自動手 你告訴我 這裡的東西哪能留下其他東西 我全部都給你扔掉 還有東西值得留下嗎? 放心,羅小姐 我會幫你找過了 這是志義高級的寫字路傢俬 憑你的味道 就和以前坐在這裡的稿子一樣 你和我全部都清掉了 我需要想一想 我給他拍照 行… 卡美拉說對了 客戶後入住 進姜姐的房間 等姜姐的東西 這個斜化入閘都拆不住 我們刺激堡一定很難 死定了,這次我真是… 說什麼? 慢點,慢點,慢點 我剛剛想跟你說 很可惜,你們三個 這麼喜歡在辦公室吃東西 弄得整間辦公室污漏膽炭 我有時開店都會在這裡打火鍋 人家說真的,你還在這裡開玩笑 我覺得一定要出一張訊息給他們才行 你吃飯… 我給你吃同位人殺毒,殺毒,殺毒,殺你 走啊,走啊 想著你走得快 幹什麼?進來 你一個一個怎麼摸紋這些東西 不是應該在阿占的房間嗎? 原來你也知道 我在垃圾桶撿上來而已 姜姐很喜歡這個花瓶 這個賤玉雖然是姜姐逼我買給她的 但是我看她坐完之後 她的腰骨真的少了一痛 我也老懷安慰 你看這個水杯,還有姐姐的唇印 怎麼可以說扔就扔 我知道你們想說什麼 姜姐的房間有她坐的 我們要對著她 她是來自星星 我們是來自地底泥的 兩邊都混不著,怎麼搞的 現在房間又破了,東西又丟掉了 我想讓姜姐知道她一定很不開心 你姜姐已經過世了一年了 怎麼會不開心 她會的 你們說什麼? 原來全下有知是真有其事 欣容院在是真的 她們兩個說的都是真的 我們之前也不相信 但我們昨天在酒吧 遇到一個塔羅牌大師 她說可以跟姜姐聊天 即是她連你們為何向阿詹借錢 借多少錢和怎樣還 她都知道了,哪有可能 有可能 我們很辛苦才能約到她 要是你自己進去見見她 你就知道她是堅定留 我也是不跟你們玩 不是玩的 姐姐吃得這麼冤枉 說不定她真的有話想跟你說 對,雖然姜姐沒有公開說過 不過全公司都知道她對你有點… 你想想 姜姐死了一年都不在店 現在才來找我們 分明是針對那甚麼蘿莉塔 你…你知道 那些女朋友已經小器了 女的靈界朋友就更加小器 她分明是生氣了你 跟蘿莉塔去意大利 所以就給我們訊號 姜姐死了在那間房間 現在她的房間又被人移動 移動她的那個還是女人 我真的覺得姐姐心事未了 你們三個在這裡作鬼故事 走,早點回去睡吧 不是吧,也有一場來到 先進去看看吧 是呀… 快對名就是騙局 鬼哪會爭錢的 走…別煩了 不是… 再不走,沒有OT 沒有OT又不敢 恐怖,鬼呀… 沒有OT錢,我怎麼還暫資 就算Jean有甚麼心事 她也找我先談吧 不就要找她們 那三個傻子 特地打電話約我出來 說帶過人來見我 我覺得那個應該是Michael 如果是Michael的話 你一定記得把機會問他 那些傻子 問什麼? 就問他跟那個女人那些事 上次問那三個傻子 他們又嘮嘮嘮嘮嘮嘮嘮 這次有個真人坐在這裡讓你問 你還不問嗎? 但他一向都不相信有鬼 你不是鬼,你老天堡 他看就看不到我,聽就聽不到我 你放心,有個卡美拉大師 這次在這裡,甚至那三個傻子 被我弄得多疲勁多疲勁 不斷進來,你一定定了 總之,待會兒你心裡有什麼想問 問問他跟那個女人 在意大利搞過什麼 究竟他心裡有沒有理會 這些事情一次過問了 你跟他之間究竟是怎樣的 說你們是男女朋友,又不相似 對,但說你們兩個沒關係 更加不可能,對吧? 怎麼這麼問? 我…我應該要替你搓他 我現在要先把資料索 那…我跟了他工作十幾年 我們是好好的同事兼朋友 十幾年,你跟… 你跟一個人十幾年在一起 這麼大人還在搞那些… 我悶悶的事嗎? 有沒有老土一點? 究竟有沒有什麼過才行? 什麼? 什麼? 那些 怎麼不會跟你很熟 那你告訴我 你到底是跟他是朋友、家人 女朋友、同事,什麼… 那我知道我不用這麼閉嘴了 總之,總之我是全世界 最了解他的女人,他也知道 他來了 他來了 有這個魔法 真是… 就是他 我… 他來… 這個魔法 你不想像甚麼 他… 你… Zum Du 最後要令我出錯 人人陷害怕惡 各有各 人人好被捨博 趕趕